去比赛的时候 各个的停沙滩的状况和停车场的位置 到比赛距离都不一样 像我这次去的比较偏远的地方 它大概离普尔斯1700多公里 比较荒芜 即便是离着它那个小镇的镇中心都开半个小时 而且那个沙滩上没有什么厕所呀 连水都没有 这非它只是 那个潮汐海浪的是非常平稳的一个地方 平时很少人去 所以不用担心停车 反而就是说这种长途的飞机啊 汽车的这个交通是个问题 一旦你到了那个地方 停车不是问题 如果是比如说 它根据潮汐它定的是9点半比赛 9点到都可以 但是未来的比赛呢 都是集中在比较城市附近的 或者离大城镇比较附近的一些地方 但这就是有一个问题的 停车会非常的拥挤 像高特斯洛或者一些距离城市比较近的海滩的情况下 参加有一个比赛 会停车会非常紧张 停车会让你停的 近平地界 一旦你需要从停车场到 比赛地点 你跑一趟 你就体力就会有损失 或者是一旦你拉下什么东西 或者你需要什么东西放回车里 没有人照应的话 这就会是个问题 来回跑几次 你的体力就会很受影响 而且比赛完之后呢 是一定 你身体会每一根血管 含毛孔都像被吸控一样 这完全就是一种 这不说是一种导致病理上的状态 就是说是正常的情况下 你觉得你的身体是完全被逃过 非常非常的累 这是健康的累 很健康 所以在赛后最好不要自己驾车 我自己比赛完之后 开到附近的最近的超市的十几分的路上 我都困得就已经非常定不住了 所以比赛之后 最好不要自己驾车 还有再说的就是一个当地环境的问题 我有一些轻微的肺部的过敏 就有点像化粉症 但是不是特别明显 我这次去的地方呢 它的地址特点就是一个矿区 它的风很大 它不断地会吹来 它周围的化肥厂吹来的地址 那些那些粉末 同时它还是一个生产矿业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它的 到处的地都是红色的 风中的沙都是红色的 当地居民的家里面都是粉尘 你可能会对这些粉尘过敏 像我在一个比赛地方的时候 或者就是训练的时候 就突然间就觉得 会有些不适 所以说一定要带好 一些对肺部过敏的 自己的一些预防的药品 或者紧急处理的药品 如果是因为呼吸不上来的话 就会造成有很大的损失 我在飞机上就是不断地喘气 就像把身体的气都吐出来一样 我旁边那两个人都总看我 他不知道我是喘气的 还是倒气的 还是断气的 就觉得我这口气 时不时的 我在飞机上就是睡着 一口气 呼呼呼呼 呼出来 呼唤跑二十天 跟这些人看得多么纠度的 我这人不太挣张 有当时比赛来了 我还想去看看周围的景点 但是从海滩开到城镇中心的 购物中心里面 吃的那二十分钟 我都已经坚持不下来了 非常非常累 从朝食里面二度 一下就睡觉 睡到天黑才起来 所以建议呢 一定是有人给你开车 或者是对你有一个支持的情况 你的情况下带你去 尽量不要自己快做